你別告訴我你自己愛上他 羅志祥化身八爪章魚 在心裡十二生情 十二搞笑與女主角林韻 更有多場對手戲 充滿中式風格的美人魚 在大陸橫掃各大票房 渴望突破150億台幣 也讓惡度攜手與新爺合作的羅志祥 開心地在網路PO出 變身美人魚的照片 而周星馳也透露美人魚可能有續集 是一個非常美好的 但是只是開始而已 將來還會很難重 有可能 現在感覺好像第二部 第三部 好幾次 對 其實我就 這個故事我覺得是一個 應該是延續下去的故事 不只美人魚 渴望有第二部 與周星馳合作出心得的羅志祥 也透口風表示 自己將出資拍電影 並找來新爺演出場景路 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倒調旋轉 快速地旋轉 一次還可以 兩次快不行 三次快往生 消息一出就有網友開玩笑 要找周星馳飾演場景路 莫非是小豬在美人魚 因八爪章魚倒掛得很辛苦 要找新爺來體驗一下 飾演悲人類的心酸 而小豬也在個人網站秀出模仿新爺的影片 小豬搞笑模仿新爺的經典橋段 一旁的周星馳也配合演出 看得出來兩人的好交情 也讓影民期待睽違八年沒演出電影的新爺 化身場景路 會再帶給觀眾怎樣的心意 記者綜合報導